小凡 你什么情况啊 微信给我拉黑了工作一次了 你到底什么意思啊 没什么情况就是不想追了 不是为什么啊 你问我为什么 我追你追了有三年了吧 这三年我你身上花了好几万了吧 你对我什么态度啊 其实你坏了好几任男朋友 你都不考虑我 你拿我当什么了 当备胎吗 我不考虑你是因为我一直都在考察你 考察我用考察三年吗 又坏了七个男朋友才能看出来 到底谁是对你真心的吗 两位先冷静一下 要不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聊一下吧 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 我们两个是大学同学 毕业以后为了追他 就来到同一所公司 期间追悟的很多回都被拒绝了 我不想再追了 那你为什么拒绝他呀 就是我觉得不太合适啊 而且每天都在一个公司 太多不见地都见的 就很尴尬呀 尴尬 没在一个公司之前我追你 你不也不同意吗 你不同意都算了 你还和我搞暧昧 你还吊着我 让我感觉我还有希望 你什么意思啊 我什么时候吊着你了 那时候是我不想谈恋爱 不想谈恋爱 还是不想跟我谈恋爱啊 我主动约你出去吃饭 你说你从小到大 没跟男生单独吃过饭 看过电影 必须得带你闺蜜 那你和别人拿你出去吃饭 看电影咋回事啊 那是因为他不喜欢我 我也不喜欢他啊 只是情依行为 你要是不喜欢我的话 我也可以跟你出去啊 这么荒唐理由 你以为我会信吗 谁看不来那男的 对你有意思想追你啊 你真误会我了 他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朋友 朋友最后都成为你男朋友 就我一个人想 跪舔你 你别这么说行吗 我知道这三年你对我很好 但是我不也要考虑一下 我们俩到底合不合适嘛 考虑之前你考虑啥了 你哪个男朋友 不是认识不到一礼拜 都在一起了 我跟他们没那么认真 我那时候只是觉得 我该谈恋爱了 我要是不多看看 我怎么知道 你对我是最好的 你什么意思啊 你之前不是问我 同不同意做女朋友吗 过了这么长时间 已经拎了这么多人 我现在觉得 你对我还是最好的 我同意做女朋友了 但是我不愿意了 不是你扎不扎呀 我都同意做你女朋友了 你现在整这一处 什么意思啊 可我扎 我现在听你说这些话 比吃一只苍蝇还累 假如你接着装高了 我可以告诉我自己 你是真的不爱我 但是现在我要放弃了 你来挽留我 你拿我当什么了 你这人是不是有病了 吊着你你也不愿意 我现在做你女朋友了 还不愿意 是承认吊着我了是吗 果然 但恋的都是孙女的 悲爱都是祖中 真的 我觉得我追你这么多年 是我这二十多年来干我最主意的事 我对你的爱也到此为止 行吗 不要再来打扰我 不要来找我 你别人意 男生等一下 你要是想找女朋友的话 可以去一队上看一看 现在上面有性格测试功能 做几道题就能测出 你适合什么样的女朋友 也可以直接在一队上找对象 真实又靠谱 你可以去看一看 好的回去我就下载一下 嗯 对 好